在变色龙的眼里 世界是360度的球体 在狗狗的眼里 世界少了缤纷的色彩 在马的眼里 世界被分成两边 左右隔板 在老鼠的眼里 世界走得很慢 那在电脑的眼里呢 在电脑的眼里 世界变得非常简单 一切都是由零和一组合而成 电脑为了看懂我们的世界 会归纳每个事物的特征 赋予这些数字意义 存进资料库中 所以在接收到陌生物种时 会先对它做局部的分析 透过大量且精密的计算 找出该物种的特征 接着对应资料库过去 所搜集到的资料 来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靠着大量的过往经验和细微观察 才能知道嘴巴尖尖的是鸟 耳朵尖尖的是猫 知道哪些车辆在何时进入停车场 哪些正准备离开 知道哪些X光片出现异状 哪些则是健康正常 知道谁正要准备出国旅游 谁即将回到台湾 知道照片中谁是你的朋友 谁只是路过的陌生人 透过这样的技术 生活变得更方便 节省了许多时间 那么多出来的时间 你打算如何运用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